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是各位所碰到的第二個計算 重量百分濃度 然後 它裡面所謂稱到的觀念 你在墨濃度一樣用到 所以整個做回答問題的想法 你要能夠理解 因為它不僅是用來解決重量百分濃度 也是來解決墨濃度 想法觀念是一樣的 什麼叫溶濃 兩個東西 拉拉的均勻的混合物 就叫做所謂的溶濃 我把它叫做溶濃 所以它感覺叫做液碳 但實際上不需要 只要拉拉的很均勻就叫溶濃 所以有固體的合金 也是一個溶濃 空氣 氣體的混合 那也叫做溶濃 當然也可以外觀上是液態 不管它是液體溶固體 還是液體溶氣體 還是液體溶液 外觀上是液態都可以 但是當然我們在國中所教給你 你所碰到的基本上都是液態 而且基本上都是溶於水 溶液 溶液有分 真溶液 真溶液 真溶液是裡面所融的東西的顆粒被拆得很細小 多細小我記得在當初的講義裡面的知識快遞有寫 你要就欣賞一下 沒有血或者是不知道也沒有關係 把它就很均勻的很細小的 分佈在這裡面的當中 它基本上會是透明的 我只說透明我沒有說無色 硫酸酮水溶液是真溶液 而它是藍色的 藍色的 藍色的 然後叫真溶液 另外有叫做膠態 膠態溶液就是裡面的融的東西的顆粒比較大顆 所以如果拿到光線照過去 它會反射 所以就看到你要光霧這樣穿過去 光霧這樣穿過去 那如果是最容易就不會 不會 所以叫做膠態溶液 它比較大顆的牛奶 豆漿 就是屬於所謂的膠態溶液 還有一種基本上不算有溶解的 叫做懸浮溶液 飄在裡面沙子 在水裡面喇喇 看起來滾在一塊 好 可是它其實並沒有真正的溶解 它是飄在那個裡面 飄在那個裡面 你放久它會沉澱下來 沉澱下來就叫做懸浮溶液 還有一些別的名詞 什麼膠態啊 什麼這就不要管它 反正我們這樣說就好 OK 那有兩個名詞 一個叫做溶子 一個叫做溶濟 溶濟 好 糖溶在水裡面 那麼水就叫做溶濟 溶別的東西的物質叫做溶濟 習慣上 一 如果有水 水就是溶濟 二 如果沒有水 兩個東西混在一塊 比較多的那個碗葉 把它當做所謂的溶濟 那麼溶濟 溶在別人裡面 溶溶於水中 溶溶在水裡面 那個叫做所謂的溶濟 好 剛才講的兩個東西 比較多的叫做溶濟 那比較少就叫溶濟 那如果有水 那麼水就是溶濟 其他就叫做所謂的溶濟 所以它的名詞讓你知道 什麼叫溶濟 什麼叫溶濟 然後兩個配在一起 會變成所謂的溶濟 變成所謂的溶濟 所以溶濟加溶濟會變成溶濟 我上課的教法叫做 糖加水會變成糖水 糖加水會變成糖水的意思 就是糖叫做溶濟 水叫做溶濟 糖水叫做溶濟 溶濟是溶濟加溶濟 糖水是糖加水 OK 這是溶濟溶濟的意思 那麼非水溶濟 溶濟溶濟的就叫做水溶濟 我們國中生考試考你的 上課教你的 你碰到的 基本上都是溶濟水的 叫做所謂的水溶濟 但是 有一些水沒有辦法溶解所有的物質 水就不能夠溶解沙拉油 那溶到別的東西叫做所謂的飛水溶濟 課本上給你舉了一些例子 看一看就可以了 但基本上我們上課的時候 跟考試的題目 基本上很少出現所謂的飛水溶濟 那麼以上就是跟你介紹 以上就是跟你介紹 溶濟的意思 什麼叫做溶濟 然後呢 講一下什麼叫溶質 什麼叫溶濟 還介紹了一下所謂的飛水溶濟的部分 就是我們在這裡所根位所提到的內容 可以嗎 好